注意看啊,上个星期,全球资本圈都在关注那一个激荡人心的数据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靴子是终于落地了 大家好,我是Jacky 就在上星期,美联储寄出了27年以来最大力度的利器 宣布加息75个基点 你别小看这几个基点 美联储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全球金融市场都得跟着抖三抖啊 那过去四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直在小心翼翼的传达着要加息的信号 但是今天呢,他突然先坐直了 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突然急刹车 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不对啊 这上个月不才加完息吗? 这个月怎么还加息啊? 没完没了的是吗?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这非常有必要 原因是美国现在已经被这通胀风暴逼的是骑虎难下 美国5月份的CPI通胀指数已经暴涨到了8.6% 什么概念? 它增速创下了1981年底以来的历史新高 从麦当劳到肯德基,那美国就没有不涨价的东西 同时,美国的油价相较于去年也是大涨了50% 去年美国甚至一度出现了这老百姓冲向加油站 轰抢汽油 上千家加油站,无油可加的这个场面 那一时间美国老百姓的心态肯定是崩了呀 纷纷要求迅速控制物价 舆论压力那是一片高涨呀 所以这也导致了美联储不得不尽快加息 以便控制住物价 结果呢,物价没控制住 CPI不降,反正就不说了 美国5年期国债收益与10年期30年期的国债收益 既然还倒挂了 你可能不知道啥叫倒挂 就是5年期的这种短期国债比10年30年中长期国债利率还高 我们都知道这就意味着资本家 已经不看好美国的经济了 诶,你听到这可能会问了 这加息怎么又突然扯到国债上去了 这两世有关系吗 这你就看不透了吧 当然有关系 你简单来说 这本联储加息不只是让美国银行利息上涨 同样的也会让美国国债的利率上涨 还会让美国银行贷款利率上涨 那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30万亿美金 全美企业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金 所以一旦美债利率上涨 就意味着它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还债的时候要支付更多的利息 这几十万亿美金哪怕只涨1%的利息 那都是天文数字呀 所以政府和企业估计都很难吃得消 那现在美国呢就是骑虎难下的 诶,你说不加息吧 通胀控制不住 那加息嘛,美债太高 它也吃不消 就应了那句话 叫做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你想想呀 2020年以来美国一口气发出了5万多亿美金 他们选择是走最容易的路呀 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反正今天不出问题就行了 哪管以后洪水滔天呢 所以现在美联储引见通胀危机的慌忙加息 却发现自己乱印钱引发的通胀好解决 但是自己乱来导致的油价、量价暴涨了 这个通胀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美联储自己放了水 还是要自己收回来 重演沃尔克时刻 你可能没听说过啥叫沃尔克 简单来说就是加息刺破泡沫 让大家指上的财富贬值 上个世纪70年代 美国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危机 通胀 到1973年 美国国内的物价已经开始疯涨压 鸡蛋涨了49% 肉类整体涨了25% 那那个时候GDP的增速急转直下 失业率飙升 真正让美国脱离通胀苦海的 是80年代的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 当时沃尔克是兵型显着雅 索性一口气将利率水平提高到了创纪录的21% 好家伙 你想想银行贷款利息一下来提高这么多 那自然导致了大批企业压根数无力偿还 巨额的银行贷款 这一下导致就在1982年 有6.6万美国企业家破产 沃尔也成了全民公敌 他被控诉成为 谋杀数百万小型企业的 轨迹多端 冷酷无情的杀手 而当时呢 支持沃尔上任的卡特政府也随之下台了 毕竟人们都活在短期嘛 他们不会看那么长远 谁主张的政策导致了短期危机 那谁就会被众人捶气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1983年美国就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通胀率是逐步的下降 到1986年GDP就逐渐开始回报沃尔 时刻短期内让大家是痛苦万分 但是长远来看 是加速了市场的初期 换来了大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目前的美联储鲍威尔 他是否能够终止这一场通胀危机 又或者带来什么新的风暴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最后也希望你能为我的视频 点个赞并分享出去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Jacksy之后的视频啦 看Jacksy的视频 让你成为吹牛时最亮的仔 谢谢大家